欢迎回来台式晚间新闻 今天在台南有个大牌长龙的壮观景象 因为有免费的口罩 在台南有一名在地企业家 透过在澳洲经商的儿子 在当地购买了6万个口罩运回家乡 消息一出人妻爆棚 有民众大清早6点多就来排队 将近4000人排队 场面非常壮观 炒一路延伸几乎看不见镜头 公园里人妻爆棚究竟为哪装 看到桌上这一堆答案揭晓 时下防疫最夯的口罩 在这里能免费领取 而且不论是大人或儿童 每个人都能限领四个 拿到的民众只喊很甘心 虽然口罩实名制 成人从七天买两片 变成七天能买三片 但民众说还是会买不到 收到消息知道这里有6万个免费口罩能拿 再早也要来排 就澳洲爆发疫情之前 我们就已经买了 但我们也希望民众也要珍惜口罩 免费送口罩的是在地企业家 透过人在澳洲的儿子 从当地购买6万个口罩运回台湾 回馈桑里为防疫尽奋心力 现在的疫情 大家也不知道会不会再更扩大 留着在家备用吗 身上有备用口罩 更能安定民心 连市长黄伟哲也说 防疫不只是政府的工作而已 大家一起来防疫一定更成功 记者黄富奇台南报道